全台登革日疫情持续延烧 目前病例数已经来到5542例 疫情最严重的台南更是每天都在喷药 台南市疫情统计数字也增加363人 总计5247人 另外还商请多位专家教授 为台南疫情担任防疫顾问 昨天增加363个病例 所以现在总数5247个 那北区还是占最大部分112个 那安南区15个 安南区看到有趋缓的现象 那中西区76个 永康18个 那南区80个 东区46个 安平区5个 其他零星的散例 在远的台南线这边都零星的散例 案例也正式突破5000 那专家会议也提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有几个决定 第一个呢 这个我们有专家的许多的建议里面 我们也慢慢的了解 这个整个登革热的疫情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呢 有增加几个人员 第一个是我们聘请书一仁教授 来当我们的总顧问 总顧问 卫生局长林胜哲表示 一直以来台南市政府都秉持最高标准进行防疫工作 实施喷药一定会有它的效果 因此在喷药时还要进行自清工作 喷药后的两天会在会同环保局等单位进行复查 以确保资深员完全清除 今天早上虽然有轻微的下雨 我想很多的媒体朋友也有到我们午盛夜市去看 那很多人对喷药当然有很多建议 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每一组喷药 像我们今天早上有16组人 那每一个组喷药有4个人 那这四人第一个包括我们卫生局的这个所谓的领喷 就这个要怎么去喷 怎么去处理 那怎么后退的路线等等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做支清 因为在顶喷以前我们要了解一下 它有没有一些支撑员 那大家知道说邓哥哥的防治 本来是又是支撑员清除为主 这个消灭蚊子做化学防治为虎 为什么 因为蚊子本身的寿命就是21天到28天 那你今天要成蚊喷完以后 你如果源源不绝又结绝变成成蚊的话 那其实是没完没了 而且呢你在你屋内产生的 如果它是真的有病例的话 它产生了有病毒的这些软 以后变成绝 也变成成沉 身上都还是有病毒 所以唯有把后续 远远不断的那些来源 给消灭掉最重要 既定的化学防治工作仍然持续进行 且在今年5月份开始 就有与台北市立大学教授黄基生讨论 及现场勘查 因此化学防治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最直接最有用的防治 还是由市民自己做好自清的工作 认真整理住家环境 接着黄俊怀谈的报道